可以看到一大早清洁人员就相当的忙碌 他们从水沟中产出一大堆的淤积沙土 一袋又一袋又相当的多袋 因为台风要来了 清洁队员是不敢大意 抢时间赶在风雨来临前来做清淤的工作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一大早也特地来视察 我们先带你来听一下他的访问 我刚才来视察这个地方 是台中市比较易渊水的地方 台中服务员非常广大 但是有些地方 它可能是在比较低洼的地区 或者是之前的雪路并不是很通畅 所以有可能会造成易烟 所以以上次的台风或者是大雨来讲 我们大概台中市29个行政区 大概有80户左右烟水 当然大概都是每一个区零星几户 并不是那么多 不过我们希望一户都不要有 那也因此我们本身清淤清沟的动作 非常的重要 好的可以听到市长卢秀燕说 其实清洁队平常就会进行清淤的工作 从今年1月到8月 已经清理了5000多件 累计了有900公里 而他们也在台风进来之前 把握时间针对容易淹水的路段 来做加强清淤的工作 而卢秀燕市长也说 不要看现在台中的天气非常的好 无风无雨 这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而他也希望这次台风来 不要再出现有淹水的情况 他也再三的提醒 看这次的台风路径 风雨可能会很惊人 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轻忽 而今天早上9点台中市的应变中心 也从三级调整为二级 全面提高警戒 随时掌握台风的动态